據說會有飛天遁地的環節 有飛天 然後可能會有 像昨天 上次開會的時候好像聽到有吞劍 喔 還有跳火圈是不是 對 胸口碎大石 你們開支票都要自己吞 欸 是認真的 是認真的啦 是認真的 沒有 我們把視線往左邊看一下 是那個旁邊的跟我說的 各位 以上不是開玩笑 是認真的 會有一些 特技的東西 因為我上次在北流掉缸石 那這次 這次真的叫做空中飛人 就是 它的內容不是只是剛之前後而已 就是這次的空中飛人 不一定只有我會做 所以大家可以 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可以期待一下 所以有可能會從彈底這樣溜下來 溜下來嗎 對 溜下來 滑行的部分啦 到時候買票就知道細節 有先確認保險OK 有有有有有 有保有保 買了一個最貴的 一定是買最貴的 買最貴 加速是不是有聚高症 之前團總那個要移而下 喔 團總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 但是 就是我這次有跟文婷就是 請教一下那個經驗 因為他說他一開始在彩排的時候完全都 因為他上次在北流的時候就有 比較跳下去的東西 比較高的東西 然後說他在彩排的時候 完全不會怕高 因為那個時候很緊張 但是當你熟悉的那個緊張感之後 你就會開始害怕 但就是 我覺得是 一個狀態 因為 你在練 我在練習的時候會想像台下有 超多粉絲在看 所以如果你在上面表演的時候很剉的話 就會 就會丟臉 所以 所以我就會在排練的時候想像台下已經很多人了 所以 就比較可以克服那個緊張 然後 做這些高難度動作也會比較有自信 對 而且我們這次 演唱會還會有樂團的部分 帶給大家 不一樣的 形式的表演 嗯 而且我們樂團是 基本上從頭到尾 For real 就For real 就真的是個以樂團來展現我們對 音樂的 可能是 壓力好大 展現 對啊 展現 對像我們已經把我們 所有會的技能 都希望能在這個小巨蛋展現出來 沒錯 好不留 不留 不留 不留餘地 不留餘地 對對對對對 餘力 好 上次的問題是脫衣擔當嗎 這是脫衣擔當嗎 這是脫衣擔當嗎 這次脫衣擔當是六個人一起了 是六個人 是六個人 其實如大家剛開始照片 會練到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不保證 不保證一模一樣 但我們會往那個方向努力 複色我可以啦 剛剛那個複色蠻健康的 複色可以 我們會盡力往那個方向前進 大家想知道結果的話 就是六月一號的時候去買票 就知道 最沒自信的 最沒自信的 往右邊看一下 我同 好 紫翔 紫翔分享一下 比較瘦小 然後但是我不會去排斥練 身材是 希望我的線條 線條能夠好看一點 比較緊張啦 沒事啦 因為一講到 壓力三大 他的耳朵紅掉了 他耳朵紅掉了 他說你胸肌最近有練 對啊 沒有沒有到很有信心 但是一直在持續的 讓他長出來做 欸這個我可以那個 作證 因為他 已經吃了一個月的 那個 對 雞胸肉跟無糖豆漿 他欸 周志祥欸 這個人怎麼會吃這種東西 他自己的飲料也比較少 對 從半糖變成微糖 我們家哲言也是啦 哲言就是 已經開始不喝有糖的飲料了 我本來就不喝 他本來就不喝 我們都要辦小巨蛋 還能夠不了解我嗎 是我還不夠了解你 對 對 今天早上的時候的感覺 唉唷 小嫩雞的感覺喔 其實我們大家 平常練舞的時候 因為去年 我覺得去年大家都比較害羞 但是今年 因為有談到身材這個話題 所以你在排練的時候 滿常看到大家會 暗自較勁 就是我們會互相看一下 就是知道就是 各自練完身體就會覺得 好像滿有自信的 就想要脫一下衣服練一下舞這樣 剛好練舞教授有鏡子 對對對 稍微 然後就是 一定要找頂光啦 聖光 聖光 有有 最常脫衣 對 因為我自己可能本身練舞習慣 就是太熱的時候就把衣服脫掉 對 近期 但加成其實也滿愛脫的 為什麼 說一下 因為就是 想要看一下自己練習的成果 然後想要 就是藉由 不經意的展露 讓身邊的團員 如果可以誇一下我的話 好像也不錯 那這個我要補充一下 沒有沒有 你不是不經意的展露 你是脫完以後 我是不是最近有變狀 我是不是最近有變狀 他以前是問他說 我今天是不是有點變胖 我今天沒有瘦這樣子 他現在換了 我現在是滿壯的 哈哈 因為有時候自己看的時候 不太準 要從旁人的角度來看 他們有誇張 有啊 有有有 我們只能回答他想聽的答案 線條有比較深 對 有啊 我不敢說錯話 你也強了 不敢 好像拍賣檔 如果真的沒有殺了 誰會先哭出來 大家都 我知道公司會先哭 哈哈 哈哈哈哈 對吧對吧對吧 對吧對吧 我懂我懂 但我們也一定會哭 我們的哭是那種 喜極而泣 但公司的哭是 喔終於放下心臟的大石頭了 對 但我相信這個 這個壓力 是我們大家一起在 面對跟承擔 但是我覺得 我相信 呃 我們粉絲的力量 以及 呃 我們這演唱會是值得 大家去來看的 所以 擔心至於 也會有默默的一個力量 告訴我們說 我們只要把我們該做的東西 做好 盡善盡美 然後 最後的成績一定會是漂亮 但還是要麻煩那個 各家媒體 拜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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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幫我們宣傳一下 我們真的很想 麻煩了 我們真的很想秒殺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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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秒殺的話 秒殺的嗎 對 你們想看什麼 對 回饋他表演 好 我們會回饋在表演上面 每次就是這麼有效率 馬上過來自己 哈哈哈哈 很怕我們亂講話 很怕 尤其是怡靈姐 那之前在北流都有solo的舞台 那這一集 其實大概也是會有 這一次的表演的形式 又會更多元 又更不一樣 對 然後因為要結合到我們的 可能 樂團的表現啊 還有另外一個是 各自的一些想法 在思考可不可以講 因為這次如果有solo 或是有一些組合的東西 我們應該會 用在一個 一部分的形式啦 對 大家沒有看過的形式上 就不會只是 欸一首歌是這樣子的 我們會用很多方式包裝 對對對 沒錯 阿晴能不能講一下 剛剛感慨撲出來的 喔 想到什麼了 就是想到 其實 就是這一路上 包含去年的北流 然後到現在的小巨蛋 我覺得非常感謝所有 粉絲朋友們 OAO們的支持 那 這一路上其實也受到很多 包括媒體朋友 或者是 很多 工作上面遇到的 同事啊 或是什麼的幫助 才讓我們可以成就 今天的小巨蛋的演唱會 那 就是 就是 心裡是 覺得非常非常的 感恩 有這一天 對 因為去年你有預言說 明年我們會再小巨蛋開場演唱會 對 那你自己有特別激動嗎 當這個巨蛋 他自己發文了不是嗎 我那個時候 對啊 都看到嗎 對 其實 去年的那個 我是 預言家 就只是 說一個大話 然後 真的真的知道的時候 想說 啊 開始緊 一知道的時候覺得 好像 我不知道我準備好了嗎 我還是有點緊張 但是 就是 到現在也只能把這些 懷疑化成那個 動力 然後讓我們更好的準備演唱會 我問一下問題 因為你生日快到了嘛 然後大家忙著訓練 你會偷偷期待成員 然後會給你驚喜 不會 我們直接跟你講不會 那所以我忙 完全沒有時間 欸我好期待 好啦 好 我覺得可以陪你吃個飯 我可以裝不知道 沒關係 你繼續裝 我們裝到6月1號好不好 我當然是 生日的話 希望 我最希望就是大家 能夠 進來看我們的演唱會 因為我們6個人 我就想把這個祝福 放在 這次小巨蛋裡 太棒了 還是我們再把那個山 搬來一起 然後讓他插起 算是給他一個 生日禮物 生日的那個 蛋糕 不是週末年 我們那個Hito 也是要帶 那是不是像是帶一個 軟身的感覺 請大家期待一下 當天的表演 軟身 會有厲害的東西 應該說我們每次Hito 我們都會放一個 我覺得有一個標誌性的 對 很特別的 全秀的 表演的內容 在上 反正就是會有驚喜在裡面 全新的表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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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開箱左邊 有嗎 我們 我們先把演唱會 我們要先把演唱會 滿完之後 之後的計畫 再來 討論 現在的當務之急 就是我們要 請大家 6月1號的時候 來幫我們買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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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